嗨 大家好 我是董杰安 嗨 大家好 我是唐蜜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唐宏偉來我這邊工作室 跟我們合拍這一集的訪談節目 這一次會請宏偉來一起拍 主要是想要聊聊他在台南的教學 然後還有自己經營工作室這一個區塊 就比較商業區塊的一些談話內容吧 會邀請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宏偉大概是我看台... 不要說台灣 但是台南我覺得他是我心目中 就是大概排第一的 就是在經營這一塊 真的有蠻多成就 我覺得不是一般教學啊 或者是吉他的 以音樂為職業的多數人 可以達到的階段 我覺得在進入正題之前 我可能會需要幫觀眾 就是問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就是 你的第一桶金大概是幾歲的時候賺到的 23 24那邊吧 所以你大概就是大學 畢業一兩年就賺到了第一桶金 應該差不多吧 都是靠音樂教學嘛 對啊 都是靠音樂教學就可以了 對對對 然後你現在也有一把Greenfield 這你都說了 對對對 現在有一把Greenfield 當然你還有很多吉他吉他啦 只是為什麼要特別提Greenfield 主要原因是因為Greenfield的價位 有一點貴 有一點貴 他很好聽 新的吉他大概一把要 一把一萬 一萬九美金嗎 我也忘記了 他最近好像有漲價 一萬九美金 最近好像有漲價 那折合台幣多少錢 就留給觀眾自己去算啦 雖然說用這個比較現實 然後比較世俗一點的問題 幫大家帶入 但是至少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得出來 唐宏偉靠教學 然後靠經營自己 然後在這方面取得的一點成就 然後一點點實力 那希望等一下我們可以有一個 不錯的對談 好 然後接下來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一樣先問一下 你大概是從幾歲開始學吉他了嗎 應該高一喔 跟我弟弟 就被我弟弟影響 對我弟弟那時候小學 我還以為是你影響的弟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 他是先學吉他 他買吉他 然後我高中就 哇吉他社我才去學的 所以就是 直接就一直學到大學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教的 大一 你大一就開始教了 對我大一就開始教了 是什麼樣的契機啊 就是 就是那時候在 就是比烏托邦認識一個老師 這樣 他就介紹我 就是去 音樂教室教課 就看到你有去比賽 然後就覺得 欸你不錯 然後有 原本就認識嗎 還是 加修啊 加修 喔 他就是介紹我到音樂教室去 喔 對 所以一教就教到現在嗎 對啊 從來沒有斷工 所以 沒有做過其他的工作嗎 大學 應該說高中 升大學的有一個暑假 我有去全家便利上面打過工 就通常在這種 就是高中大學這種 轉換的期間 會有一個空白的期間 一個月啦 其它都是 就是全職音樂 全職做教訓 對 欸 cheers 欸你其實也學的算是 算快嗎 就是你高中 學吉他以後 然後大一 你是大一就去比烏托邦了 喔我高中就去比 你那時候是高中 我是高中 那個時候是高中 對嗎 那個時候是高中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烏托邦吧 呃,对 对,那时候我高中而已 哦,是哦? 对 哇... 我好老啊 原来... 哇,那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真的 那就我记得你不是... 你不是台南人吗? 对,我是桃园人 那你怎么会想要带在台南? 就是那时候大一来这边 我就觉得这边... 我就太喜欢这边的天气啊 生活的步调啊 我就觉得非常惬意 美食队 哇,那美食我真的是吃饱 你每天都吃饱 对,对,对 每天都在吃台南美食 好险你会减肥 好险你懂得减 现在又放回来哪天了 你有这个能力 对,所以你是一开始 就是大学开始教了以后 一开始是在音乐教师吗? 对,对,我都只是跑音乐教师 对,就没有跑那种外面的那种乐器行 就是在那种 就是专门在教古典的地方教吉他 所以一开始你也是从别人的店家开始 对,对,对,对 有经历过抽成的那些状况啊 对,对,对,对 那你大概是一开始教的时候 学费大概是收在多少? 就是当时啦 因为这个现在年份有点不同 对,对,所以价差 2200 那时候收费的是2200 还要抽成 大概就大学的时候大概几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2200 对 八年前2200 其实好像也算低 对,对 我不知道耶 是吗? 印象? 八年前? 我记得就是最低就是2000 哦,2200、2400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对 现在也差不多了 更久之前还有1800 真的哦 对,对,对 都在涨价啦 都在涨价了 必须要涨价 对啊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的? 大概大三 大三大四 也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成立了一间工作室 这样子 对 契机是什么? 就是 那时候就是比赛 哇,这个真的是缘分耶 就是 在大级杯的时候 就是 雨泽 我认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柯雨泽 就是上席的来宾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我有一个学生 想要 就是因为他好像要去中国了 对,然后他就说 可不可以就是给你上这样子 对 对 对,然后 我那时候刚好又搬到台南 就是新家 对 然后我就,欸好啊 就是那个学生就到我的家里上课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 就突然就变成工作室了 就越来越多人就想要来 然后我们那边上课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 就是一直走到现在 你的工作室 一开始收费是怎么算? 我好像是 我好像一开始也是2,200 那现在呢? 我现在4,000 这个就是经营啊 这个就是经营 就是你在 你只要是经营得好的话 就是其实再贵都会有人 有人来找你 是 你这个陆续调过几次 我每年都调啊 你就是每年调 就是 只要学生饱和我就往上调 但是我不会 跟救生 加学费 我只会 加新进来的学生 所以我还有2,000 有点 有点算是 你早跟我 你就早赚到那种 应该说他们在我早期的时候 就是 算是就是 陪着你 对,我就觉得说 陪着你成长 对,我不能跟他们多加钱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都从来不会对救生长学费 对 那你现在大概平均一周都有几个学生 53 50吧 但是有几个是约克制的 大概平均45吧 就是会上到的课 对 这个对我来讲 你这样讲 我好不认真哦 不会啦 不会啦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像我就蛮喜欢 蛮喜欢上课的感觉 你说一周四 我们算40个好了 是 除以7 一天平均要上5个 我礼拜六14个 礼拜六14个 对 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半 你怎么可以这样排啊 我无法想一下 你知道前两天 我上5个我快挂了 5个路来讲是放假 5个中间还卡两个休息 对 然后 主要我快挂的是 除了上课以外 就是中间那两个 我也还在打一些文案啊 打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 整个7个小时 我是工作 工作满的啦 对 那你真的是一个精神 蛮点的人 应该说我现在的学生 不是我巅峰时期 巅峰时期有六十几个 对对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一天差不多十个耶 差不多差不多 对啊很好玩 很开心 很好玩 哇 不一样世界 真的 观众们大概都可以算一下就是 假设一周四十个学生的话 大概平均一天就是要上五到六个 我觉得教学跟一般的工作 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精神力 所以我蛮佩服你 你可以这么有活力的去跟学生这样做互动 然后一天礼拜六上十四个小时 这个太惊人了 但不一定十四个会上嘛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请假的 当然当然 对所以真的要上到十四个机率很少 但至少都会十一十一左右 十一十二 真的是太屌了太屌了 先回来聊一下工作室跟乐器店的这种差别 你觉得你在人家的音乐教室跟你自己开工作室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 就是我觉得 你先讲优点好了 如果在外面的话就是有人会管理 学生今天请假或是他安排的话 都是会有一个对接的成功 所以如果你在别人的音乐教室上课的话 你跟学生不会有任何的联络接洽吗 嗯 比较不会 他如果今天私底下跑来 那时候老师我要请假还是什么 我觉得说你去你的教室不要来你我 对啊 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教室可以去解决这一部分的东西 对 因为像我的话就是 那边的学生我都是直接跟他们互留讯息 比如就跟他讲说你要请假钓科你就直接找我 我在跟老板讲 对 然后我们是就是就是联络好教室 对 这有点是我自己个人的生活跟经验的关系 然后演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以前还会有好表演或什么 我现在养成的习惯是五六日基本上不太接学生 我是五六日接抱 因为 因为以前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活动 哇要表演什么 然后通常这种活动就会卡在五六日 如果你五六日学生是接抱的话 哇 你接一个表演你就有的瞧了 对可是 像我也会接 我还是有接一些婚礼的商业 那我就会直接就请假 对 你是直接请假 对如果是我自己的学生基本上我就是直接请假 可是这个样子就会牵涉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啊 如果是你自己工作室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 可是如果你在别人的音乐教室的话 就等于音乐教室少上了一堂 对对对 那有可能他的学费 就会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是 那对音乐器店来说 可能就是收入 当月的收入可能就会少了 对所以我 应该说如果是外面的课 现在我也外面课也接不多 所以外面课我也还是会去补课 或者是去调课这样 所以你尽量会用浮课雕刻的方式去秘密 对啊我自己也不会来 对啊我自己的学生就好 好巧啊 对你想怎样就怎样 对啊今天这周放假啊老师去表演 然后okok下周见 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概也有点体现出来 我觉得就是乐器店跟你自己开工作室最大的差别 就是工作室当然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可是相对的是你要承担那个后面的状况 其实乐器店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学生往后延 他延了一两个礼拜脚学费 变成是你要承担那个当月的那个收入的状况 是是是 对虽然说你有在外面值的地方赚 对啊然后乐器店我也觉得就是 你也要拿捏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互相的利益的状况 是 这个是乐器店跟自己工作室 可能要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吧 其实讲来讲去好像都是跟人有关系 就包括你看你可以星期六接到十四个 对甚至巅峰时期一周六十个学生 一天平均要上十个学生 对我相信你可以这么有热情的去从事教学的这个方面 一定是跟学生跟人之间有很多的火花 对像我的话就有点无法 每个人人格不一样 对每个人人格这真的是 你要看你自己 瞄解你自己 慢慢依照你自己的风格去做事情 对 那坏处呢 就就像刚刚讲的啊 就是你在外面音乐教室工作的话 你可能需要就是请假的话 你需要补课或是吊课 但是这些企业也算是好处 就是你的收入相对也是稳定 对然后坏处就是还有就是你可能要被抽成啊 然后你要跑到外面 就是有时候风吹雨晒雨淋的 我觉得比较麻烦 那大部分我觉得都还OK啦 对就是各有缺点 比较不了解的观众 可能要先稍微知道一下的事情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跑很多店家 对像我以前就跑五六家有 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就跑个两三家之类的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他第一天是跳很远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些从事教学的老师 在那边讲说他们要赶课要赶课 对有可能是他们这边这一个小时上完了 然后要赶快赶到下一个店家 然后中间可能要骑车骑半个小时之类的 一个小时 然后开车一个小时 然后再去上一两个小时 然后或许如果一天那个勤劳一点 跑个两三家三四个店家的话 那他可能中间都要经历好几个 这样赶入的一个过程 对这也是后来我觉得从事教学 要选择的一个事情啦 像你是很愿意跑这样不同的店家的 没有我不愿意啊 就是以前就是辛苦嘛还是要跑 对那当然现在就是可以少跑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像有一些老师他会觉得就是 我多跑一些店家我多赚一点 可是像我到后来我是觉得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店家稳定的话 那个店家稳定的提供你学生的话 那其实你在一个店家就好了 对 而且你中间跑的那个路程 其实也是浪费掉一个学生的扣打 对啊 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不太跑那么多店家的原因 当然跑多一点店家也是有多一点的好处啦 不过刚开始在经营的话 我们应该都有经历过就是要跑很多 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后来就是可以慢慢的就是 有一个店家排比较多学生的时候 就可以把重心可能比较转移 可能慢慢的转移 对就是可以再筛选 然后我们载着店家就越来越少 就是我大概是这样子的 讲到这个我也想到另外一个 刚才有讲到人嘛 对不对 跑多一点店家有的时候也可以 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 有的时候店家可能是敌对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你认为上课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什么 上课的过程最重要的是 他来这边学习 然后他非常的放松也很开心 然后他在回去的时候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这一堂课 这一个小时是值得 对对对对 只要练到不管是什么任何一些 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都尝试 嗯 嗯 其实我觉得说学够久 你慢慢的 我会觉得说 我会一直给他们有兴趣的感觉 那你当你学的时间拉长了以后 你慢慢的就会找到你自己的 想要的东西还是什么的 在过程中我就问他们说 你喜欢你有在听哪一类歌曲啊还是什么 我就可以从他在听的歌曲类去下手 嗯 然后去看看他原本喜欢的 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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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开心的 每一堂课就学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但是时间拉得很长 他或许可以在音乐上面走十年二十年 那他知道的东西或者他喜欢的东西 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来越齐全 他就会变得很完整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方式是比较偏向的是 拉长线去看你的 对对对我一直拉长线 就这个人在音乐上面 他他就是我可以觉得说 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在音乐上面的 嗯 五年十年二十年 他一辈子都是在音乐 嗯 那对于老师这个层面来讲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标准吗 比如说你现在工作室也有请 聘请一些其他的人来你那边教训 是 对不对 那不论是对你自己 或者是对其他老师整个上课的状态 嗯嗯嗯嗯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标准吗 就是希望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之类的 嗯没有 对我来讲我聘请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出发点 嗯 我聘请我们工作现在有四个老师 对那我聘请这么多的老师的原因 是因为要分散我的风险 好 讲话说 我其实有在外面教课 嗯 对我也有在外面音乐教师教课 我被音乐教师抽成 嗯 抽我们老师的成 那 可是 如果今天相对我掉一两个学生 可能外面会补进来 或是其他老师会补进来 我的收入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那我我我我我不会因为掉了很多 就是一次掉十个学生 我还有很多可以承担风险的东西可以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课源是很多的 哦这个就会是比较收入方面的考量 对对对对对 那那所以我不太我们音乐教室有四位老师 我从来不会管他们的上课模式 上课模式 或者是他们什么时候来上 他们只要跟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来 他们回报给我说他们跟学生几点要上课 还是什么的 OK那有教室那就来上课 那你会去观察他们的学生数量吗 就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有A老师 那他原本有假设二十个学生 但是可能这一个月两个月慢慢掉 然后剩下可能每比十三这样 然后你会去说 你最近掉了七个啊什么之类的 我比较不会啦 但是可能会去可能 我的出发点可能会去关心他一下为什么 但我不是因为 就是出了什么状况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不是以前 因为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学生 我刚刚都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的老师都很free 他们想上就上 就跟一般的店家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店家可能外面一般的店家可能会是更care 他们的income的减少 是是是是 但是你只是单纯去 我只是觉得说 我刚好有这个 应该说刚好有这个环境 那大家一起来这边 我可以像我们像工作室四个老师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对那他们也有这个环境可以 大家可以分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不太会去care说 什么学生来不来上课 这件事情 所以那你对于你自己上课 你会对你自己有什么要求吗 还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你对你自己给学生的最大的期待 就是可以好好的陪伴他们这样 然后学点东西 如果或者是说这场课 我会觉得说 我讲的很烂的话 怎么样叫很烂 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你觉得就是 你讲的不太好 可能就好像就是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对就是 我们要练这首歌 可是我却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 我会对自己就是要 就是不ok 就是这比较早期啊 就是比较早期 就是怎么会一直就不知道怎么弹 还是什么的 那现在后来的做法是 现在就比较 比较不会这个样子 就好像 刚好是昨天 这也可以稍微就聊过去 就是 昨天有一个学生 反正就是我也是教很久的 他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然后就我们刚好 学一首歌告一段落 对 然后呢 他就是说 老师我想要学那个 Tommy的那个 Purple Head 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一下 哇我之前有弹过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然后我就看我弹得好烂 我就直接跟他这样子讲 所以我说 然后刚好雨泽到外面 我说欸雨泽 你会吗 然后他说 可以今天看 我说好那就Pass给你 就是 然后我就问学生说 你ok吗雨泽 他教你这首歌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室也蛮好玩 我们就是学生会 对对对 会换来换去的 学生像球 不会不会不会 就是我觉得每个老师 对对对 没有这样其实 其实是好的 对就是每个老师 其实我不会很care说 像我也就pass过去雨泽 蛮多学生给雨泽 雨泽有些也会pass过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 刚好就是比较符合的情况下 对 那以前就是可能会硬交吧 对 其实应该 讲到这一点 确实也蛮有趣的 因为就像你讲的 相信应该 很多人都会硬交 对就硬交的时候就 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 因为不是你喜欢的东西 不是你上场的东西 对啊 那我就会很 觉得我就交得很烂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也是收入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对大多数的老师 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硬交 那出发点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可能收入会减少 是 然后再来他把它介绍 转介给其他的老师的话 有一些人或许会 有一个观感上面的问题 是不是他不够厉害 还是什么 之类的 像我就直接跟学生说 我这很烂 对 可是其实就是 学生有的时候不知道 不理解 或者是老师有的时候 那个关卡过不去的事 没有办法承认 或是去了解到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强项 对 然后也都会有他相对的弱项 对 那其实这个我也没有明讲 然后我也是看状况 在乐器店的话 我大多也不太会讲这个 因为确实对乐器行来讲 就是如果你把它 转介给其他的老师的话 如果是同一届乐器店的老师 其他老师 那或许就算了 是 对 可是你不太可能说 你在这家乐器店 然后你把它转介到 另外一家乐器店的 对 不太可能 对 所以在乐器店的时候 我不太会去讲 就是你要不要去找谁学这种话 对 然后在自己的工作室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是也没有太主动的去讲这种话 因为你太强 但是没有 因为你太强 什么都可以 没有 但是其实我是很OK的 就是你随时不学了 OK那就不要学 对 就是你想要去找谁 OK那你就去找 对 然后你要回来 OK那就回来 是 就是 就是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很free的状态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就是 就是 确实他就比较厉害啊 去找他 而且音乐是很自由的一个东西 然后拿乐理来举例好了 就是乐理它其实是一个逻辑的方向 是 我觉得严格一点来讲 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是 你可以用任何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唯一的重点就是 你又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去 弹出好听的音乐 我就举例嘛 你用一个超奇怪的想法 去思考某一个东西 然后你用这个想法 利用这个东西 去把它弹出一个世界超屌的音乐 嗯 然后大家超喜欢 那大家就学你啊 嗯对 对啊 他不会管你当初多怪啊 嗯 嗯 对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你去跟别人学 或许你又会学到不一样的观点 学到不一样的认知 是 那或多或少 包括都对你在音乐上面的想法 弹奏思考 或许都会有帮助啊 对 对啊 所以我也是满满赞同 你可以去多接触不同的老师 对啊 那你觉得现阶段 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你来找我OK 那我们可以来讨论 我们可以来聊 对啊 就是因为就我们工作室就可以这样子完全 对学生说 你这样其实 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是吗 就是蛮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创新的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生态系统了 我自己觉得蛮创新 对对对对 那接着我们回到比较 经营层面的问题 是 因为我相信其实 对于所有想要从事艺术类发展的 都一定势必会需要 学着经营自己 对于经营你自己 有什么诀窍吗 是我觉得 像我平时喜欢看蛮多书的 我觉得你要涉略蛮多不同 价值 价值观的东西 或是不同领域的东西 对于 教学蛮有帮助的 对对对 不一定是音乐 当然音乐东西要有 但是你 你身边你知道的资讯也要够多 对对对对 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样子在教课的过程中 你更能有不同面向的判断力 嗯 对对对 再来经营的 你看重点吗 像我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会招生的老师 但是我是特别会有助学生的老师 所以我是很难去观察学生的 每一个细节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没什么在做宣传的动作吗 我基本上不怎么学生 所以你就是 建立在跟学生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那种 对我比较偏向是靠介绍 那我二月要开始认真的招生 这样子 对对对 帮其他老师们 大家这样很好玩的 一起招生 对很好玩 再来就是 我们还是有尝试去做很多事情 例如说录YouTube 然后去录一些影片啊 弹唱的影片 我们也有去架网站 我们也有Google 我们也有IG 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这都不是 这都不是重点 因为这些事情大家都会做 对而是 是吗 我觉得啊 有在经营 应该是吧 对就是 可是就是基本的都要会嘛 就是你看得到的东西 那剩下的就是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就是说 我在教学我是如何流出学生的 或者是如果透过介绍啊推荐的方式 在教学分 像我现在就基本上 已经没有什么在经营我的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就是透过介绍还是什么 就蛮 就已经有点饱和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二月就是我们要认真的玩一波 感觉就是可以擦出新的火候 那我们回到我们开头有聊到的 你的第一朗季 是 你是怎么算到的 就教课啊 你看我十九岁那时候我就有买那个保险 就是每个月就要存一万块 一万一一把 然后就这样存啊 存着存着就存 就到了 对啊 就等于说 那后来完投资还是赔光光 我们要是别的故事 但现在就好好做本业就可以赚钱 就等于说 其实你 其实就是很 很规矩的去认真 从事 接触到的教学的这个事业 对你就交官 通教學就很不錯啦 我覺得就是教課而已 沒有做什麼 對 那時候也很省 所以那個時候就沒有在接觸買賣啊 那些東西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純粹教學 然後強迫自己去做儲蓄的動作 對對對 那Groomfield呢 Groomfield就是 閒錢啦 沒有啦 沒有啦 Groomfield就是現在嘛 27歲的生日禮物 我每年都會幫 每年的生日都會幫自己買一把吉他 這是我的規矩這樣 他26歲沒有買 是因為那個投資賠太多 小心啦 這個要謹慎 現在就 就在本業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其實你 對於你來講 要說Pepo嗎 就是 好好的經營你的教學 我真的覺得很 你算是你的本業就是教學 然後你的訣竅就是 好好的經營你 你在做的事情這樣 對啊 你就是FB發發文 然後IG發發文 Google請學生來留言一下上課的回饋 你網站就是 我是請我們工作室的攝影師 對 請他幫我架設這樣 你這些東西我覺得 並不難 這門檻並不高 對對對 所以這樣子其實就已經可以 應該是養著活自己 其實我這樣聽下來 其實我覺得真正要畫重點的是 就是你很會培養人跟人之間的 相處的模式 然後相處的狀況 然後你跟人 人和人之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建立起所謂的一穿實實穿白的這種 就等於說你自己還有辦跟學生去做一個讀書會 對啊 就是喜歡有些看書的人 就可以互相的分享 各種各類嗎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就是想分享什麼就對了 看完什麼你的心得是什麼 對對對 就是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我覺得 越大的時候會覺得 好像時間越來越過得越來越快 就覺得好像一年怎麼一下子就過去了這樣 對 那我後來有想到這個的解決方法 就是我幫我自己每個月都安排一個行程 每個月的行程都是不一樣的 對 像我十月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可能在玩一些茶器具 或去做金工 然後買了一些銀壺啊 還是什麼就在泡茶 然後就有一堆的工作室 就突然就多出了一堆茶葉這樣子 就可以跟學生分享說 欸 你看我最近這個茶很酷還是什麼 然後學生就哇 老師我也會泡茶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可以跟學生 就某一些學生有一些交流 對 然後像我的十一月就是買琴嘛 就是我的生日到了 我最期待的這個Greenfield 然後再來就是十一月我就是 成立了一個我們工作室的小小股東會這樣子 就是就在弄一些資金的東西 然後還有像我今年就是 一整年就會去做每一季的財報 對對對對對 就是跟我們十一 十一月 那十二月就是 像我十二月就在玩減肥 然後跟聖誕企劃對不對 哇 那個有夠累的 就是大家來掛聖誕樹啊還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一月就是在玩買賣 就是我如果成為一個那個練才的商人 然後 對對對對 可以賣出多少吉他這樣子 那我這個月也靠了買賣 就是業績這樣好 就是哇 我很適合做業務這樣子 那我也發現說 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事情 那我二月的目標就是我幫工作室的老師 我們要做一個工作室的宣傳 對 然後工作室的一些老師的企劃這樣子 這是我二月的一個目標 那學生在這每一個月的過程 他們也可以跟我參演在其中 他們也會覺得好像蠻好玩的 對 然後我也會覺得說 像我這樣回顧我每一個月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欸 真的 就是你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原來我做這麼多事情 現在才一月而已 今年一月都還沒過完 我已經做了好多事情了 我就會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慢 很多人就是一年過這個 等於你給你自己安排了 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讓你自己去體驗 然後跟不一樣的目標去努力去衝刺這樣 對對對 反而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然後很有趣 最後想要問一下 就是你在未來有什麼規劃嗎 譬如說今年或是三五年 近期之類的 甚至遠期的目標 遠期的目標 不然近期就好了 近期 近年就是要存錢 對 存中存錢 對 然後呢 存錢買更多的吉他 就是今年的目標 對 是要做買賣嗎 還是你自己想留 做買賣 然後自己想留的也有 對對對 反而就看先期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看看能不能 籌備專輯的事情 應該是會啦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一個 很想要跟很完整的感覺 所以我不一定會做 但也許把 反正有可能再把它規劃到某幾個月份的 目標形成 對 像我就是 滿滿意我現在生活的狀態 就是每天都很開心 對 然後也知道這個月要做什麼事情 下個月要做什麼事情 就很有目標嘛 然後 在上課的過程中 我覺得說 在跟每個學生交談的過程中 我都覺得是滿開心的 對 我很期待見到我 每個禮拜的那位學生 對 然後 就很滿意想他人生好狀況 所以好像有沒有想太多 要做什麼事情 還是特別想做的 所以特別要講的可能就是存錢跟或許製作專輯 對 存錢買吉他 不是存錢 對 然後存錢 存錢幹嘛 沒有啦 開玩笑 是這樣嗎 開玩笑 開玩笑 對 自己判斷囉 對 好 那在訪談的最後 你有什麼要宣傳的嗎 宣傳 就是 歡迎 來我們工作室學琴 對 那 是 一定是很不一樣的體驗 我不讓人說是 很不錯的體驗 然後 工作室的老師都非常棒 很沒有力道 反正你也滿了這樣 對 還有其他老師這樣 沒有啦 就是真的很 非常歡迎 這邊是一個自由度很高的 我覺得是自由度很高的一個音樂工作室 大家就是 很peace 沒有太多原則 是吧 宇哲 他根本就不理我 是 屁著在旁邊 對啊 對啊 然後 宣傳到也還好 對 想來玩 就可以來坐坐 來聊聊天 來談 玩音樂 這樣子 我真的都拿那些琴上課 不是說 是真的就是大家 買了就要用嘛 而且我就是覺得 老師會影響學生 就是學生都現在都拿那些琴 學生也跑去 會把學生養壞這樣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會買琴 這樣子 對對對 你也有學生也買Groonfield 對對對 那大家就是 就是可以談到這麼多很棒的琴 這樣 對啊 對啊 好 那這一次跟宏偉一起聊了非常多 就是 關於他整個經營教學理念狀態的一些話題 那 一樣希望對你們或多或少可以有些幫助 那有什麼想討論的事情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量的回覆大家 那我們這次的訪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ASHGEOF BYeah